受疫情影响,许多劳工朋友的工时减少 为了稳定劳工朋友的经济 劳动部特别推出了安心及时上工计划 由政府提供符合公共利益的即时工作 并合法工作今天 降低因为疫情减少工时的劳工朋友 申请日期是吉日期到12月31号 受到疫情的影响 许多厂商都出现了缩短工时或是暂时歇业的现象 导致了许多劳工面临了经济压力 为了协助劳工在这波疫情影响之下 可以确保经济不受影响 劳动部特地规划了安心及时上工计划 希望借由政府部门出面 提供符合公共利益的即时工作 让面临工时缩短的劳工可以申请 借此补足原先上市的工作时间 让家庭生技不受影响 安心及时上工是针对这波疫情 导致薪水减少的这些在业者或失业者 那就是要缓解他们经济上的一个问题 所以推出这样子的一支计划 那安心及时上工这支计划 就是安排他们到工部门去上班 每个月最高的上班时数是80个小时 每一个小时的补助金额是158元 所以等于如果你一个月上族80小时的话 那可以一个月是领到12000多这样子 而该项计划至极日起开放申请 台东就约中心也欢迎有需要的劳工可以前来申请 安心及时上工这个部分呢 在台东县政府目前提出的职缺需求大概是500个 那在中央部会也有陆陆续续提出一些职缺的需求 中心这边从4月13号开始受理登记 那它的资格条件呢就是受理登记日的前六个月内 它有两个月的投保记录 那投保最近一次的投保的急剧呢 要在23800含23800以及以下的 那同时符合以上两个资格条件呢 才符合我们安心及时上工的一个申请资格 但有来申请的民众表示 自己因为资格不服 因此无法享受到政府的这项福利 希望未来政府可以放荒相关的规定 让自己也能受惠 我以我自己的自己的那个情况来看 因为它有一个申请资格是 最近六个月需需有劳保两个月以上 我就因为这一项不符合 所以我没有办法想抓到政府给的这一块 这一块那个福利 对 我是想说申请资格可以再放宽一点 对 这样子也比较有利 有利一些六个月内 没有下宝两个月以上的人 能够进到这一块 安心及时上工计划 申请的时间至几日起至年底为止 有相关需求的民众可以前往申请 如果有疑问也可向就业中心进行洽询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